而词破戒之罪 虽有取向灿灭 不堕三途 然其世间性罪能在 故自因缘废誉之时 能须酬长续在 除露涅槃或生西方 乃能脱失不受报耳 可不戒乎 这段经文签料就解释到这里 后面这一段 偶遇祖师也是大慈大悲 再给我们提出一个警告 就是犯了不可悔罪 可以依取向灿 来灿除业障 只要见到好像 这个罪就消除了 还是可以重新再受戒 所以讲 而词破戒之罪 虽有取向灿灭 那个破戒的罪 虽然由这个取向灿灭除了 灭除这个罪业 不会堕到三途 不会堕到三恶道了 然其世间性罪乃在 能在 就是 这个灿灭呢 它是讲这个戒体的 这一部分 你受了戒呢 那破了戒呢 就是破戒罪 这个要剁三途的 这个是破戒罪 那破戒罪另外呢 一个最根本的就是性罪 这个性罪就是 你不管有没有受戒 你只要犯了 这个侍重 杀到淫妄 比如说杀人 那这个就性罪了 我们一般讲杀生 性罪 这个不管你有没有受戒呢 你只要造了这个业 就是有罪 这个性罪呢 不管你有没有学佛 有没有受戒 有没有宗教信仰 你只要造了这个业 就是有罪了 不是说我没有宗教信仰 那么我们去杀生 但杀到淫妄 那就没罪了 那可不是这样的 不会因为你有没有宗教信仰 你只要呢 造了这个 罪业 那这个就叫性罪 性罪呢 就是他本身的性质呢 就是有罪过的 所以叫性罪 那么这个性罪呢 实在讲啊 这个杀到淫妄啊 在六道轮回里面啊 是一个什么现象呢 我们敬老教授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 冤冤相报啊 没完没了啦 欠命的你遇到要还命啊 欠钱的你遇到要还债 你骗人呢 那将来你也会受骗 这个就是什么呢 因果酬肠 淫淫相报 没完没了 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固自因缘会议之时 这个因缘啊 会议啊 成熟了 欠命的就要还命了 欠钱就要还钱了 能须酬长续债 还是要还债 这个安世高法师啊 他是安息国的人 安息国的太子 那么他国王不做啊 把这个王位让给他叔叔 后来出家修行 两次到中国来还命债 那么两次呢 都是被人家误打打死的 人家在打勤架 他从那边经过呢 那被人家不小心打死了 两次都是被误杀的 还了两次命债 后来呢 第三次呢 又做安息国的王子 出家修行 再到中国来 第三次再到中国来啊 就翻译经典了 那么这个视线呢 也是告诉我们 这个道理 这个因缘会议之时呢 能须酬长续债 你过去生呢 你给人家误打打死的 那这一生呢 也是会被误打打死 就一报还一报 因缘会议的时候啊 他就果报去献钱 所以因缘会议呢 这个因果的这桩事情啊 不是不报啊 时候未到 就是时间没到 不是没有报 时间到了 因缘聚会了 他果报就现前了 所谓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善恶报应 丝毫不爽 谁都逃不过 因果的定律 因此偶遇祖师很慈悲啊 跟我们讲 除入涅槃 或生西方 乃能脱之不受报 可不介乎 就除非你正果入了涅槃啊 那就 避免受这个果报啊 或者往生到西方 极乐世界啊 极乐世界呢 他没有这些恶言啊 那不需要受这些果报啊 除了你正果入涅槃 或者念佛往生西方 那你在这个六道轮回呢 都免不了的 奄奄相报法 可不介乎 所以这个 怎么可以不介乎呢 这个恶业啊 一定要戒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收集 on 转发 打赏 打赏 打赏